经本心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为重 以身念必生 这一大愿 唯大愿之本 身念不生是第十八愿 在四十八愿里面 这一愿是根本 专重持明念佛 明举万德 此一举佛号 圆满居足一切法的功德 举体是花言玄门 圆满圆明居德之一 是名号功德 不可惜 我们实实在在说 对于名号功德 是一无所知 没重视它 如果真正明白了 就这一句名号 真的叫 无私不办 海鲜法师 为我们做出来了 我们看到了 只要有信心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他老人家 在十八岁的时候 生了个病 腿上长一个疮 绒疮 窥烂 苦不堪严 母亲给他求医找药 没用 最后他明白了 佛法里面说的 余音逆病 药物不能治疗 治不好 怎么办 听说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 有求必应 跟他妈妈讲 不要求医了 不要找药了 一心专念观世音菩萨 这个人 我们知道 他的天性 老师 听话正看 有真诚心 有亲近心 有恭敬心 这些条件句俗 念了一个多月 穿好了 真正相信 佛语 是真话 决定没有骗人 心心坚定了 二十岁出家 师父叫他这一句 阿弥陀佛 你要记住 十八岁的时候 没人叫他念佛 所以他念观音菩萨 如果是二十以后 害的这个窗 他肯定念阿弥陀佛 不会念观音菩萨 我们能理解 我们能相信 观音菩萨能帮助你 解决的问题 阿弥陀佛 做不到吗 对阿弥陀佛 不了解 不认识 对观世音菩萨 认识 了解 这些程度超过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就观用 那你相信哪一个 哪一尊佛 相信哪一尊菩萨 他就观用 怎么之后 信心之后 念头之后 念佛菩萨名号 功德很大 这念头好啊 念头里头第一好的 就是念阿弥陀佛 我们要知道 一定要把它搞清楚